好来看到日水的复原社区铁道公园空间设施不服使用 社区发展协会是向上争取获得水保署的支持 改善了老旧设施以及建构蝴蝶生态园区 也另辟食农园区推广在地农产业 那么各项改善工程作业已经是进入了验收的阶段了 那么理事长周玉梅说 未来铁道公园不只是铁道公园 更是提供社区民众无感体验的场所 包括神农教育园区在内的整段改善工程 今天进行出验 相公所与建造厂商依照设计图丈量比对 发现有些微的缺失再请施工单位补墙 要让铁道公园更趋完善 瑞瑟复原车站旁的铁道公园 从民国97年由瑞瑟复原社区发展协会 向铁路局争取同意管养 藉由农村再生计划打造成为铁道公园 在这也因应社区民众的需求 陆续规划了蝴蝶温室 垂球场 步道 以及照明设施等 不仅是社区举办大小型活动的空间 也成为了社区民众的生活重心 那这个公园呢 现在我们给它很多的任务 就是它被我们定位成生态公园 就是希望在这个公园里面可以看到很多的蝴蝶 很多的鸟 然后也希望这是一个运动的公园 所以我们也把它打造成一个 有两个垂球场的这个运动公园 让我们的长辈现在每天都可以来这边打垂球 而随着社区产业的发展 铁道公园设施不务不复使用 因此社区协会在水保署的支持协助下 今年度优化公园设施之外 也另辟食农园区结合推广在地的产业 理事长周一梅表示 期盼铁道公园不只是铁道公园而已 那在今年呢 我们社区也特别请水保局 帮我们规划一个食农教育的园区 那希望透过这个食农教育 它是一个让我们的长辈在这个绿灶的据点 有一个可以休闲种菜的地方 而且它搭配让我们的这个长辈有无障碍的一个设施 做轮椅的长辈都可以去体验 那也可以跟学校的孩子们一起结合 一起来种菜 那它会是一个很安全的场域 那未来也希望说这个场域 也可以结合我们的社区产业 复原社区铁道公园如今要进化到2.0版 不仅社区就连水保属乡公所 对于各项改善工程项目的出演作业 都高度重视严格审查 让整顿工程务必达到尽善尽美 更贴近社区民众的需求 记得是玉兰瑞瑞采访报道